活動才剛開始 張岸正就抵達現場 跟在場所有的農運會 職業工會團體朋友 握手打招呼 希望能夠喚起大家的熱情 在投票前一天的最後一個星期 為侯康佩再加油 我跟侯友宜市長講說 真的民眾要改變 要變天 民眾就是要變 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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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這個氣氛 跟我在2020最後選前一天 陪著張岸正市長掃街的時候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當時那個感覺就一模一樣 我們在桃園的街頭 幾乎就是大家都衝出來了 現在的國民黨立委 李玉玲 外美玲 魯明哲 從市議員轉站的牛許廷 以及桃園市議會的議長邱玉勝 也都來參加這次的造勢活動 力挺國民黨能夠在桃園 打到六席立委 全上的目標 在座今天來參加我們所有 這個社團的幹部朋友 記得上次我們市長選舉的勝利 不要再被民進黨這次 很多選舉的謊言迷惑 請大家剩下五天 發揮你雙手雙腳的功能 每一個人拉10票 拉1票票 讓我們桃園這次成為 引領我們台灣翻轉正式的前哨 即使擁有七成的市場滿意度 也有八成的市民認為 身為桃園市民是光榮的 張安正仁希望用他的政績 跟市府團隊分工合作 說服選民出來支持國民黨 接著網信電網 我們樹名桃園報道